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年一度的公展会是今天开幕 今天的人流都算几多 入院之后越来越多人入场 全场有七百多个摊位 他们都有卖一些玩具 电器产品或者傢俬等 普遍市民今年的消费意义都会比去年好的 他们都会愿意给多些钱买多些东西 其实我们每年都有人开幕 其实都是喜欢这个环境 亦有受访者指出 今年买东西比去年少 买少了 是种类少了 而今早特首曾药权夫妇 都有来到公展会买东西 他们花了千多元买了一些玩具和食物 但还比去年花了万多元买东西少了 公展会在维远揭磨 而行政长官曾荫权到场 在摊档买了一千八百多元的食品和模型玩具 较去年在会场消费过万元的少 曾荫权解释 因为今年不用刺激经济 所以买少了 而他在场里买了一千三百多元的木製模型 准备送给小朋友作为圣诞礼物 亦都买了五百元的椰子糖和海折 而本台记者亦都访问了一些摊档的职员 公展会这里也有不少摊档可以试吃 老闆,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 芝麻糕,桂花糕 最好吃的,我们最出名的芝麻糕 芝麻糕,桂花糕 可以试吃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随便 这是什么? 这是芝麻糕 公展会的商户表示 对今年的市道有信心 预计销售额会较去年多两成至三成 亦都说现时深圳非户籍居民月中开始 可以来港自由客人 所以有信心可以吸纳新的客人 而在我们入场的时候 都会有这张消费指南牌给我们 里面会有一些优惠券和地图 还有节目简介 今年一年三个星期的公展会 会去到明年的1月4日 市民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慢慢来慢慢看 星期会在三 ether 宁可逐渴 新鱼 新鱼 号 互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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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